你這個臭小子 你帶不三、四個女生上來, 我也算了 現在還在這裡吸毒? 你是不是坐牢坐得傻了? 這裡是公司 萬一發生什麼事, 你會累死境途 我預料了 他隨時殺停天空城的上市計劃 就是要阻止三位入股 我明白了 你打算關掉小弟物流的水喉 今天這次上市, 無法圈圈 適合一半 我刪了趙海的水喉 他一定會找一個更大的井來拿水 如果我沒有計錯 他很快就會推世代物流重新上市 也要他進入股票市場 我才能跟他打仗, 對不對? 乾杯 你們知道 為什麼老闆要急著把世代再上市? 私有化也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上次公司被人劃割 老闆不加錢欠人 明明是退市之後, 資金不足 我收到信息了 老闆這次想融資, 這個數目 四十億嗎? 是四百億 我剛剛聽到的時候也嚇倒了 老闆想在上市之前 把負債減到最低 是, 但是以現在的事實理 我真的想不到有哪一家銀行 或者投資機構可以扔這麼大筆錢 我都知道爸爸在做事 不過沒想過筆數這麼大 二哥, 爸爸有沒有跟你提過 有沒有把握找到朋友的融資? 爸爸這幾天都沒有回公司 我知道我也沒見過他 不過剛才聽海哥說的電話 說爸爸那邊好像還沒找到人幫忙 你們別忘了 老闆在創立世代物流之前 是大行銀行員 說不定早就踏上路了 我知道老闆踏上哪一條路了 趙先生, 宋小姐來了 為甚麼特地上來前面找我? 有重要的事嗎? 我不花你的時間 我來是想跟你說 你想融資四百億是不可能的事 你也是銀行出身的 你應該很清楚 世代物流現在的負債比率 營運成本和預估收益 根本就不符合你 借這麼大筆錢的融資條件 我知道有一定難度 這麼大不是不可能的 我送杯咖啡給你 我來不是為了跟你喝咖啡 我是認真想替你解決問題 我可以替你 跟成豐資本的投資方談談 但是你要讓步 只要你肯縮減人手 財走三成的員工 我有信心可以替你 費到三分之二的融資金額 沒可能的 那你可以把一半的合約快遞員 轉為兼職 同時取消直營店 轉為之前的加盟商制度 你知道我是不會答應的 我這樣做也是想替你減榜 世代物流十多萬個員工 工資、五欠一金、連美花紅 這些東西加起來 那條稅有多大 我想替你整個好盤帳 銀行和我們風險投資公司 都是看數字而已 或者這樣 到我找不到融資 我第一時間找你商量 好嗎 不知道要等多久 你才肯聽我說一次 我還沒睡在棺材 為甚麼不聽你說話 對了,你和我杜明吵架來嗎 為甚麼這樣問 你覺得我跟他出了問題 所以他特意針對你 我是問問而已 總之你們倆都是我的朋友 有機會你自己問他 債費嗎 知道了 謝謝 Winson… 爸爸,過來不通知聲音 過來看看你剛上班就不習慣 怎麼樣?跟Simon開會嗎? 談了甚麼? 談了一整天,剛才離開而已 對了,我剛看完公司這幾年的業績報告 我覺得未來公司應該將資金和重點 投資到債券那裡,一定可以 你這個臭小子 你帶不三、四個女人上來,我算了 現在還在這裡吸毒? 你不是坐牢坐得傻了嗎? 爸爸,這裡是公司,萬一發生什麼事 你會淚水徑徒 爸爸,好像是你叫我留在徑徑 我帶女兒、朋友上來陪我玩吃吃吃 有什麼問題? 爸爸,你現在把我當孤兒子丟在這裡 我聽完你的說話,躲在這裡 你不是連一點點自由也不給我吧 你到底想怎樣?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不想留在這間空殼公司那裡 我沒有,我要發維,我要發維 我有看新聞 我知道世代物流,準備再上市 趙開雙融資四百億嘛 如果讓他成功上市 市值肯定比現在高 到時候他這麼大,都上市公司 他不是連一個半個位置都不留給我吧 我不敢跟你說 趙開的心太紅了 一開口,四百億 世代物流根本不可能龍島紙 我猜想不到市 爸爸,你這麼聰明,一定有辦法的 這間公司不是趙開說了事的 到時候你幫他上市了 你跟他說一聲,他一定不會說不 要不就找叔叔,再不就找宋喬 他們倆一定可以幫到趙開雍資 爸爸,我真的很想發維 爸爸,你真的這麼想進入世代 我當然想進入世代 我這樣做是為了徑徒 最重要的是,我不是幫我自己 我正在幫你,我正在幫你 有辦法嗎? 是嗎? 四百億 我沒可能找到朋友幫他融資 不過你別忘了 我們還有一間勁堂在這裡 趙海可以借我們勁堂學會賞事 到時候你就可以順美成章 入世代跟爹地一起打這場仗 好, 乾杯 過天坊 香港, 大灣區, 新馬, 三大賽區分逃海選 超過六千人報名 三地追夢者, 阿鼓藏龍, 熱血追夢 用心歌唱, 打動人心 我們感覺到你的力量 《中年補聲音3》 逐无一步之遥 翡翠台